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办案是要替我们这些受害人找到凶手 哪有对受害人神起来没完的 再说 我的亲随人都已经死了 难道还不足以洗清自己吗 哪有给自己下毒 把自己毒死的 对 晋王殿下说的没错 没有人会给自己下毒 殿下的那位亲随也不是吃烤鸭毒死的 而是被人杀死 你说什么 因为他是受了晋王殿下的指使下了毒 之后又被晋王殿下给毒死了 你说什么 那天你在鸭殿里被陛下当众训斥 所以你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正巧 你听到了陈公公要去选鸭 巧巧又劝你们去选鸭 你便起了弑军的胆意 在你的事意下 亲随选鸭子 悄悄地将一包能够令人迅速窒息的毒药 塞进了鸭子的体内 然后 一号王爷 二号皇上 张大夫 骗鸭子了 来了 他又趁着厨房没人的时候 偷偷地调换了两只鸭子的标签 这样 那只下了毒的鸭子 就变成了陈公公的特选鸭 这就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会争论 究竟一号鸭是皇上的 还是二号鸭是皇上的 你说的这些 难道都是你看到的吗 没有 那是有别人看到了 跑来跟你说的 也没有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是我推断出来的 推断 我看你是信口雌皇 我看你是信口雌皇 陛下 这支是毒死杨贵妃的那支烤鸭 朕总共在上面撕下两块肉 对吧 我看看 旁边那支是毒死金王亲随的那支 这是你向陛下告状时亲自送来的 上面有跟第一支鸭相同的毒 对 我那亲随吃了一口就死了 不过这支烤鸭并非出自天下第一鸭 这明明就是在天下第一鸭买的 不对 我曾带着这两只鸭子去见过仙仙郡主 他一眼就认出 这只鸭子并非出自天下第一鸭 什么 第一鸭子上没有涂过蜂蜜 所以色泽不黄亮 看起来发黑发污 第二码 这鸭子太瘦 根本不符合天下第一鸭的血鸭标准 更别说送进宫里了 第三码 看看鸭头 这是江北鸭 而不是江南的鸭 把那两只鸭子拿上来给朕看看 拿上来 是 干嘛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张捕头像一个人呢 我早就看出来了 朕也觉得这两只鸭子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这能说明什么 我明明从天下第一鸭买的鸭子 干嘛还要弄着假的来冲树 据我分析 你先前买回去的那只鸭子 是被你自己先行吃掉 你原来以为这一回陛下必死无疑 所以回去以后 你一直心情很愉快 直到亲随从外面回来报信 爷 老头子死了吗 皇上没死 倒是皇上最宠幸的阎贵妃 给堵死了 爷 那我们怎么办 万一给皇上查出来 他永远也查不出来 只要你死 你要不死就得我死 其实那亲随早就应该想到 当他替你去给鸭子下毒的那一刻起 便已经决定了 他将被主子杀人灭口的命令 你本来是想买一只同样的烤鸭 涂上毒 当作证物 却没有算计出 当时天下第一鸭已经被封了 所以你只能另买一只鸭来充数 你 父皇 儿臣的亲随明明是吃了烤鸭毒死的 他居然诬陷我 既然晋王殿下的亲随是被烤鸭毒死的 那你肯不肯开关验尸呢 验什么尸 那尸体 那尸体早已被本王叫人火化了 你让本王上哪去找尸体 晋王殿下亲随的尸体 果真被火化了 那还有假 晋王殿下的亲随是中毒窒息而死 而且尸体已经火化了 对吗 一点不错 陛下 吴刘想在大殿上开关验尸 不知道 你有什么办法 就只管拿出来吧 抬上来 请大家辨认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晋王殿下的亲随 朕要亲自看一看 这是你的亲随吧 是 是 你们大家伙都过来看一看吧 老三 你那个被毒死的亲随胸前还有个血窟窿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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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儿臣只是想找二哥的慧心并不想谋害父皇啊 父皇 来人哪 把这个畜生给朕拖下去 滚进宗人府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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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弄到那具尸体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 吴刘不过是在晋王府外守了一天一夜 等晋王府的家人趁夜深人静掩埋尸体的时候 吴刘便跟到了墓地 阎文 老二 你们说朕怎么处置老三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朕要一个人待会儿 皇爷爷 父皇 您是不是说儿臣可以回家了 都回去吧 都回家去吧 是 父王 看仔细喽 钱就在我手掌心里头 嘿 走 不见了 回吧 血管 大瘦了 破坏 你还不见了 绝相 好 有力 太多了 太厉害了 真厉害 厉害了 干嘛 开童乐会 张博涛 惨了 逃到六百年前来应用机制的小丸子还是被找到了 张捕头 开心 一人坐牢众人陪挺乐的 你们大伙要不要都搬进来住 张捕头 我们这就出去 慢着 神气什么 不过就是个捕头吗 我还是郡主呢 别把戏吗 变把戏吗 还不是有什么摸什么 张捕头 您放心 小的一定会特别注意把他给关炎了 不必了 我现在来就是要放他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上回咱们小朵 你还差我三条钱不必还不必还了 还有你 酒钱的那两文钱我明天派人来送给你 还有你 你走不走 你要是舍不得这里的话就再住一个月 走 当然走了 各位大哥山水有相逢了 相见不如怀念别送了拜拜 小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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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敢不来接我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是说生命成可归 爱情价更高 作为自由骨良者 且可泡 自由的感觉真好 你在牢里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再住下去 你都可以成家立业发大财了 我是苦中作乐 干嘛不开心一点 快乐是我生活的原则 谁也不能阻止我寻开心 是啊 你可开心了 搅乱一池春水 又进大牢又上公堂 差点弄个弑君谋反 还拖累了那么一大帮人 你真开心吗 我拖累谁了 我开心你不高兴 哼 哼什么哼 我最讨厌人家用鼻子跟我说话了 你等等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 会听的人自然就明白 我懒得跟你打哑谜 我问你 你凭什么跟我大呼小叫的 有本事你就自己洗刷冤屈出大牢 你以为我稀罕你救我 不靠你我一样可以出大牢 是啊 就凭你偷蒙拐骗那一套拿来偷钥匙出大牢 请你要注意你的口气 在你说偷那个字的时候 态度与其要放尊重一点 好笑啊 我尊重君子尊重闲人尊重专家 我干嘛要去尊重一个小偷啊 这古往今来有谁给小偷颁奖 遵他一生小偷楷模的 你 讲君子 我也是君子 良尚君子 要说专家 除了我师傅 在这一行里 我 谁还比我更专业呢 至于闲人 至于闲人 往下说 你怎么不说了 你说 你的品性怎么样 你敢拍着胸脯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偷不抢吗 你能理直去壮的靠自己吗 张叔叔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差 你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轻高 我 是 我是靠着朱允文 那你呢 若没有朱弟 你能活下来吗 你 正所谓人情无土水情无虞 人只要活着难免最有个三灾五难的 要是没有朋友怎么都会难关 你不用大声嚷嚷 声音越大越心虚 你跟朱允文到底是交朋友还是在利用他 我再怎么利用人 可我还是清清白白的 你呢 你的行为要是在现在你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你是第三者 你是外遇 你 你不要这么激动 越激动就是越心虚 对不起了 我们就不要再吵了吗 就只有你和我了 我们两个就不能好好相处吗 小偷和警察注定是对立的 这是宿命 你能不偷吗 我能不抓吗 不可能的 请先先进驻回府 郡主 请上轿 就拿一顶破轿子来接我回去 朱允文呢 小的不知道 老娘不做了 老娘不做了 回家 看什么看 你别说 不算吧 快去吧 我开始了 快去吧 阿姨 王太太 周语 这是既都是他人的 我跟你说 他快去看 那些重阳媚外的人听 只怕没有人会相信 奇怪了 都上哪去了 怎么会没有人呢 有人在家吗 我是仙仙郡主 你们主子回来了 谁啊 也是朱云文不来接我 现在连个下人都跑光了 难道真以为我会在牢里 关上一辈子再也不回来了 本郡主今天心情不好 是人在给我滚出一个来 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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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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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郡主 红乎其他 红乎其他回来 谢谢 欢迎回家 喜欢我的安排吗 你知道吗 在中国的西南 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歹族 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泼水节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凡是倒霉的人 走背字的人 或者是身遭横祸的人 只要用这个水一泼 便可以神清气爽 所有名誉一扫而空 我一直到黄爷爷摄女无罪以后 我叫人八百里夹击 特地从天池运来的这个圣水 这个圣水啊 特别特别的清澈 特别特别的圣洁 特别特别的圣洁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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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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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对 那只脚 上回去 我说了不准进来 你生什么气 我费尽了心思想破了脑袋 才想用这个办法欢迎你出狱 本来还要你过火堆 我费尽呢 我谢谢你 你还真怕我水深火热过得不够彻底 那你不喜欢 神经病才会喜欢 阿俊 你都受风寒了 对 天山热水破得好 阿俊 请你回去吧 我今天 我今天心情不好 阿俊 我没有给我陪你玩 那不行 我们还得进攻 干什么 我们得谢恩 黄爷爷 慈悲为怀 放了你 我们怎么也得进攻 面胜谢恩 我得谢多少人 领多少恩 这个也说他救了我 那个也说他放了我 我是做错了什么 毒又不是我瞎的 人也不是我害死的 我比那些鸭子还无辜 鸭子都不用做鸳鱼 你不用被泡什么上去 不行 你还是得去 不去 你要谢恩 不谢 咱们还是去谢恩吧 你把衣服换换都湿透了 我要回大牢 什么 你们谁也不用见我 我要看我自己的力量 再出来一遍 我要想我自己 我再怎么利用人 可还是清清白白的 你呢 你的行为 要是在现代啊 你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你是第三者 你是外遇 我把客栈包下来了 过来 请你过来 我命令你过来 过来 入眉 你还要躲而躲到什么时候 我们两人 总要有一个愿意走向另一个 你不愿意 我来 我走到你的面前 入眉 这几步路 我不再是王爷 你也不再是捕快 就当我们是相爱的两个人 能相遇相陪 走在一起 是缘分 你就别再躲我了 行吗 我们之间 岂止是这几步路 在这一刻 你可以包下这间客栈 你可以支开所有的人 但你能让时间永远静吗 我们能永远在这吗 一旦开了门窗 一旦跨出这门槛 你就是王爷 我就是庶民 你不是庶民 你是燕王府的娘娘 只要你愿意 我不愿意 一日不过三餐 夜眠不过七尺 锦衣玉食荣华富贵 能抵得过自由的呼吸 痛快的生活吗 你要自由 我给你 爱怎么痛快都随你意 只要你能够 让我实时见到你 只要你不离开我 只要你 这还叫自由吗 有这么多个只要 我还能自由的呼吸 痛快的生活吗 如梅 你究竟要我怎么做呢 我已经放下了尊严 来到你身边 你可以放弃你的身份吗 能放下你的特权吗 能放下你的如花美眷吗 你不能 你也不愿意放弃 我为什么要放弃 我的身份是荣耀 是世袭的尊崇 这一点并无损于我 对你的感情 就算我不是贵族 一般的庶民 也可以拥有三妻四妾 这本来就是 心松平常的事情吗 我不接受 牙刷和男人 不与别人共用 这是我的原则 不管你听得懂 还是听不懂 我想告诉你 爱就是唯一 你能对我忠诚 我就全心回报 除此之外 别无妥协 我可以杀了你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你当然可以 因为你是王爷 可你杀了我又如何呢 埋了我 也不过是孤坟一坐 我死了 也不是你的人 也不会进你家的祖坟祠堂 我的灵魂 到死都是自由的 那呢 开门 方舍走 是 方舍走 小费 的人 宫中坐的鸭子味道老是不对 来人呢 皇上 把那个烤鸭师傅拖出去斩了 焦都焦不灰 吃了鸭子老碎牙 去 是是是 我说这烤这鸭子有那么难吗 我这个前前后后都斩了十来个人了 如果再斩下去 那尸首都比烤鸭还要多 干脆烤人肉算了 如果叫小猴子教他们就好喽 怎么 他没跟你一起进宫啊 你应该让小猴子进宫给朕谢恩才对吗 你没教他这个规矩啊 可是 皇爷爷 他生病了 他是很想来灭生谢恩 但是他一脸病容 不敢肃颜面胜 得了吧 你别替他圆了 合着你说不动他对不对 来来来 我问你 嗯 他是你的人了吧 啊 啊什么啊 又不是鸭子 你宠幸他了没有 你要从后 皇爷爷 得得得得那就是没有了 皇爷爷 述允门直言 允门游记得父亲生前的教诲 嗯 父亲常说 世缓则原 玉速则不达 吉水灌不掉满杯 父亲还说 别再说了 这是你爹教你的治国之道 这男女之间哪来这么多啰嗦 黄爷爷 治国之道与待人处事的道理 难道不是一通百通吗 我看你是一窍不通 这男女之间 只管你爱不爱要不要 他从不从 如果他从了便罢 如果他不从 他不从怎么办 那便杀了他 什么 鸭子烤不好 还得杀头呢 他敢不从黄长孙 拖出去斩牢 启禀皇上 启禀皇上 那位师父正烤着鸭呢 等 去 是 黄爷爷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那就照着黄爷爷的话去做 保管他立刻就从了你 黄爷爷 允文不会那么做的 为什么 黄爷爷开朝立国 毕露蓝缕 自须以威权治国 可是如今太平盛世 允文以为目前应当是以柔化民 以德服人 你说的是治国之民 我说的是治服你身边的女人 我只要你降了他 收服那只猴子 君子不强人之所难 我 让他心悦成福地归了我 如果用生杀大权 威逼用强 黄爷爷 这是明君所不为 好 有志气 这才是朕的好孙子 朕就等着靠你自己的本领 闲治了那只泼狐 然后再谈治国平天下 谢黄爷爷成全 来来 起来 那只小猴子也确实讨人喜欢 真要是把他杀了 这还真有点舍不得 至少也得等他教会御厨 烤鸭的诀窍才行 七明皇上 可可烤鸭 拿过来尝一尝 是 有三分像了 传这位师傅见证 七明皇上 那位师傅听说你要斩他自杀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点一点 点什么 你佩服的那个大捕头说 我利用你混吃混喝骗东西 我可受不了这种气 东西全在这儿 你点清楚吧 好 我点一点啊 我看一看 好像是那个朝鲜国进贡的翠玉白菜不见了 还有景德镇的右上采花瓷瓶也不见了 青石灰宴也少了一组 哦 鲜楼国大公宋的泰斯两匹也不在这儿 还有我的玉帆子呢 还有唐宋八大家的 好了好了 你怎么全都知道 这我的东西啊 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知道 你 那怎么了 我是知道的 可我知道归我知道 你偷 不 你搬东西 归你搬东西 这有什么关系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开心个屁 这简直就是对神偷的歧视大乳 搞了半天 原来你是在玩我 那怎么会 你不也玩得挺开心 有几次我看到没有什么骑士珍宝了 我还可以去库房搬了嫌好货 来让你过瘾 你去搬来让我偷 你就眼睁睁看着我 我对 我就眼睁睁看着你偷 反正都是自己家的东西 普天之下 墨菲 黄土 放在哪不都一样 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都知道了 知道一切 那得看你所谓的一切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以前我在利用你吗 我知道 你知道我在利用你 你知道我在利用你 你怎么变成巴格了 说话像空谷回音一样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利用我 我知道你常糊弄我 我知道你爱失诡计 我知道你不仅偷了我的东西 而且我还知道你偷了我的心 也别说了 你既然 你既然早都知道了 你干嘛不拆穿我 你很开心 不是吗 你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可 可 可你被我利用了 我愿意 我心甘情愿的被你利用 你有病 笑什么笑 你说话 仙仙 你知道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总得有他的用处 我的用处就是被你利用 你 没有怨言 无怨无悔 你全都明白 一清二楚 不好玩了 一切偷蒙拐骗的精华之处 就在于不可说 就在于敌民我爱 最痛快的就是暗爽两个字 现在可好了 全都挑明了 还有什么意思 没关系 我愿意配合 为什么我继续装作不知道就可以了 我现在开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谁要你装 装不知道那是假的 朱云文 你真是阴险狡诈 可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现在我也确定不了 谁知道你会不会是又在假装了 为什么你总要这样糟蹋我的心意 就因为我喜欢你 你就可以这样轻骂我吗 那你可以不要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就可以不用受我的气了 欣欣 你讲这种话真的很残忍 如果爱情可以空之自如 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话 那它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 说得倒像专家一样 我哪是什么专家 爱情也没有什么专家 反正在爱情里面 谁爱谁多一点 谁就倒霉一点 好好好 我愿意 我愿意认倒霉 好了吧 你只要别再生气就好了 你跟你师姐不是分手了吗 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 你别再跟我提起她了 谁 你师姐吗 钟领辉 不提 不提 有什么了不起 我过去是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吗 神气什么 总有一天要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现在是谁在提个不停 你们肯定是她吗 看着像 有几分 到底是不是 什么叫有几分 一二分 八九分 我看你们连话都不会说 就是她 是她吗 是的 是的 没看错 肯定就是 肯定就是 都肯定是她了 为什么不当场揭穿她呢 我们 我们 这女子能认公职当捕快吗 聘机私沉 又为天理 与法不容 她穿的是男装 是啊 谁也看不出她是女的 祖祖祖 你们是两智祖祖 人家看不出来 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 你们不会把握大好时机 等着皇上的面揭开她的真面目 娘娘 她是我们的自身难保啊 是啊 若不是她英勇机智 我和乖乖 我们俩只怕就挥不来见娘娘了 你们两个还真不如死了算了 是 王爷 王爷 妾身给您侍寝来了 淑妃娘娘 王爷 王爷呢 王爷不在寝宫里 上哪儿去了 小的不知道 肯定有上那个妖精那儿去了 末然寄回来了 娘娘 小平是你 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 你找什么呀 那个 她呢 柳如梅呢 柳妃娘娘 她不在这儿 没回来呀 她不在 那你还在这儿干嘛 收拾什么 回娘娘的话 这是王爷的命令 王爷